在對的時間 跟上對的趨勢 就能帶動產業發展 甚至有的時候可以讓一個城鎮改頭換面 上市談談善話 過去曾經是一大片的甘蔗田 如今它是南科所在地 全台半導體最火熱的新基地 近萬名工程師科技新貴湧入 短短幾年把一個老化的村莊 推向全台最有錢的李之一 到底南科有什麼樣的魅力 能讓半導體大咖接連進駐 甚至掀起了史上最大工程師移民潮 好 帶你到當地一探究竟 上午十點半沿著國道一號 我們在台南安定前往南科的路上 周圍動彈不得的車流很難想像 這已經過了上班的驚豐時刻 周圍搶著卡位的房地產廣告 跟荒蕪的農地形成強烈對比 這幾年南科被稱為 甘蔗田裡的半導體奇蹟 為了更靠近它 我們前進上班族的日程 第一堂課是在10月13號的6點半 時間來到中午 地點是台灣應用材料的員工餐廳 總部來自西谷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商 也是最早投資南科的外商 打從2000年進駐南科後 這已經是他們在這裡開的第三座廠房 十二點一到餐廳裡 坐午虛席 黃金海南要在更南邊一點 黃金海南的票 這位台南的 不會搶大家接駁車 才剛落成一年多的新廠 這裡已經聚集了200多名 來自四面八方的高階人力 事實上應用材料 平均每3到6年就會加碼投資 是更於南科最多的外商之一 甚至首度在台灣設立的研發實驗室 也設置在南科 光是2019年一年 來台受訓的全球工程師 所需的飯店房間量 就接近兩萬間 這個場地來講的話 有大概七個足球場的大小 那全世界所有的 所有你可以看到的顯示器的屏幕 基本上都要透過我們所製造的設備 能夠製造出來 它是餘定路 這家矽骨大廠 在台灣最大的負責人 號稱是台積電 英特爾 三星 設備軍火庫的供應者 是出自台南全大的學生 那你應該是最快樂的 你呢 那你也很快樂 12年 有一點點掙扎 我想我們到南科來投資的話 第一個是全球市場上的需求 因為我們有顯示器製造中心 那還有一部分是 因為我們的客戶 像台灣階級電路公司 在這邊的大量的投資 所以需要很多的這個 技術上的人才的資源 那可以看得出來 竹科它的發展來講的話 是循序漸進的 大家這個20年30年以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才培養 基本上它在時間上來講是按部就班的 那在南科我們看得出來是 由於這個搭時代的改變 所以它的這個所有這個人才匯集 是非常快速性的 其實不只台灣應用材料 這幾年來在南科的外商 有將近40家 來自荷蘭的半導體裝置製造商 艾斯摩爾 還有全球最老的藥廠木科 以及世界知名紡織廠玉本富士 都把全球研發中心放在南科 根據統計 2020年1到8月的營業額 南科5197.53億 同期成長百分之15.65 預估今年年底營業額 將達到8600億 南科台南園區這一塊基地 已經幾乎滿了 大概有98以上person的出租率 搶地確實是有的 那搶人才的話 像這一波的台商回流 群創也一直在反映說 他們能搶輸台積電 所以管理局也下來 在幫忙群創招募人才 南科所在地的善化 過去已進行牛肢交易的牛須出名 能讓這塊荒地 長出花朵 最關鍵的因素是它 深奔台灣 對台灣 對台南 這是2018年 台積電晶圓18場的動土典禮 也是台積電領先三星 一年以上超越英特爾的 5奈米製程落腳處 截至2019年 台積電在台南投資額 已達到台幣1兆1500億元 增加超過4000個就業機會 就連我們當天採訪南科的主幹道上 都還掛著台積電增援的旗幟 而產業的生態變化 也反映在房地產上 在南科的聯談裡 也是財政部公佈全台最有錢的理之一 排名第六 居民年綜合所得168.7萬元 大趴雙北 當地房價漲幅近三年漲三到四成 這邊的人口結構改變了 在最近這十年來 湧進了大概七八千人的外地人 甚至是年輕人來這邊落地生根 這邊的房子 從一個小單位大概六七百萬 現在變成說一個單位 大概差不多大小 都要超過一千萬以上 這股移民潮讓老年的善化徹底改變 竹科工程師南下團購房產 造成鋪天蓋地的房屋廣告 豪宅建案伶俐 補教業者還在善化投資 蓋了一整棟的幼兒園 離南科的南科時鐘 因為有高中 國中和國小部 早已是一位南球 每年都要抽籤入學 小孩大概從幼稚園 就開始沒有地方念書了 你要去booking一個幼稚園 你可能要提前很 等了一歲兩歲就趕快去booking了 要不然你完全是念不到的 之前我聽說說 有些人就直接在園區裡面 租一個宿舍 因為宿舍區的孩子不用抽籤 可以直接進入南科國小 科技或許是讓世界 能看見南台灣的解答 但在南科崛起的背後 如何讓科技多了點生活保障 這才是讓這顆敘事待發的引擎 增添彩火的重要關鍵 我們來看看 關鍵 我們來看看